音樂是一種用聲音表現情感激發情感的藝術 每當你在欣賞音樂的時候 你生命中的很多的景象跟回憶就會一一浮現出來 今天的序曲是一首抗日時期的歌曲 而我們今天的來賓在聽到這首作品經由樂團的排練 第一次聽到他都感動的落淚 他說這首作品讓他想起他的父親 究竟這首作品跟他的父親有怎樣深厚的淵源 與關聯我想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感人的作品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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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